杜苏瑞台风是维持中台的上线 预计在26号的下午暴风圈 就会接触到恒春半岛了 不过首当其冲的花东跟屏东线 在26号上午依旧是维持上班上课的 也引发了当地的民众的不满 可以看到他们是纷纷涌入了 县长的脸书抱怨 尤其是住在山区的民众 更是相当的担心自身的安危 希望说首长能够多为民众来想一想 不过其实没有放台风架 也是因为在第一时间的风量雨量 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而这一次影响较大的县市 包括是在花东 南高坪以及澎湖 那每一次只要有台风来袭 是否放台风架 当然都是大家关心的重点了 那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课的作业办法 其实在气象预报或是实际观测风雨的时候 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发布停班课 首先来看到在风力标准的部分 是提到说只要根据气象预报 台风的暴风半径在四小时内 可能会经过的地区 那它的平均风力可以达到七级以上 或是阵风可以达到十级以上的时候 就符合停班课的标准 而在雨量标准的部分 则是根据气象预报或是实际观测 雨量达到各通报全责机关 停止上班课的雨量参考基准 且已经有致灾或是致灾之余时 像是下面这一张列表 其实也列出了几个 这一次受到比较台风严重影响的 县市雨量的参考基准 可以看到不分山区跟平地 通通都是24小时内 累积达到350毫米 那至于在山区跟平地的话 其实也就略有不同了 以上的降雨基准 也提供给观众朋友们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